首先我们恭敬和掌观想鼎礼真佛中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连身活佛 鼎礼真佛中历代传承主师 鼎礼坛成三宝 在座的所有尊贵的上师、法师、教授师、讲师、助教 所有同盟大家午安 我们今天大家来研究这个当代法王达克问 这本书其实不简单 所以很多部分比较难懂 那这个难懂的部分以后我们慢慢讲 因为师尊本来写这本书的渊源 是本来他想写吴尚密 但是因为吴尚密很多的事情 不能对大众公开的说 因为是密法 很多必须是口耳相传 不能传过第六个耳朵的 因为怕讲出来了以后 怕一般的善性读者 引起很大的误会 所以密法的密教的修行人 其实也是要非常小心 因为跟不是你赤地法的人 说这一种法的话 其实也是不好的 当然讲起来也是犯戒 所以呢 对大众来讲 讲的话就要很小心 甚至于以前释迦摩尼佛的时代 他曾经要演化一个故事 一个因缘给很多在座的罗汉 在座的弟子 当时给他们看的时候 甚至还要用神通 把一些人的眼睛耳朵 把它遮止 不让他们看到 因为怕他们心中产生误会 所以我们知道密法不是这么简单去学习 但是呢 因为这本书 当代法王达克问 我们呢 今天再继续讲几个主题 跟大家讨论的 今天要跟大家第一个讲的 就是关于宠物 这个文章里面 讨论到师尊以他的眼光 以他的见解 跟大家讨论 我们修行人 是不是不要养宠物 当然在在家菩萨界 有一个叫做 优菩萨界经 这个经里面有提到 如果你受了在家的菩萨界 你续养狸猫 他所是犯戒的 他讲的意思是 不起 堕落 不尽 有作 讲了说他有师益罪 师益呢 这个益呢 叫做善益 也叫做菩提心益 意思就是说 你今天 发心修行 甚至于发心去学 受这个在家菩萨界 你就是要行菩萨行 那么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菩提心吗 大家记不记得 如果不记得没关系 我们再继续来讨论 菩提心什么叫做菩提心 最基本一个解释 你要发起一种心 去追求菩提 达到菩提的 那一个心 就慢慢去学习的 这个开始就叫菩提心 菩提心是达到什么 菩提 菩提是什么 圆满的智慧呀 对不对 圣祿师尊倒就讲 自觉 觉他 到最后是觉醒圆满 那个境界 是圆满的境界 所以你希望你做种种的事 种种的修行 你希望走的路 是能够达到菩提 你成就圆满的境界 所以今天讲说 续养泥猫 就是宠物啦 续养泥猫 为什么叫做失意 失去这个菩提 追求菩提心意 的这个念头 因为 养动物 养宠物 在早期 更早以前 所有的解释里面 可以跟大家讲 菩萨界 第一个就是要众生平等 所以以前的人 他们养宠物的时候呢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子 不懂 所以养了宠物 第一个 怎么样 小狗会乱咬 是不是 所以就把小狗绑起来 用一个圈圈的 把他绑起来 不让他到处乱跑 他会咬我的鞋子 咬我的这个 所以把他绑起来 第二个 他到处跑 所以只好 把他拴在一个地方 第三个 你给他吃什么东西 当年台湾经济不好啊 我们给他吃剩菜咯 是不是 我们吃剩下的骨头 什么什么的 就赶快剥一点肉汁啊 饭啊 我们就弄了一碗 就给他吃 那么在家 在我们出家 不需要讲出家了 在我们修行人来看的时候 怎么样 你是叫做不禁师啊 这是你蚕食 你对待他是蚕食来供养 对他是不平等的 因为你以为我比较优越 我吃好的 我剩下的骨头给你吃 对他来讲 其实你心里面已经产生一个 轻视的心理了 这是对众生的不平等 甚至于你把他圈养起来 我现在看到很可怜 我每次想一想 你们有没有看过 葛利佛 葛利佛传 大小人果的传 有没有 那个英文叫什么 反正就是大小人裂果 他去大人果 小人果 他去到大人果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 他被人家当作宠物 装在一个笼子里面 你记不记得你们这个童话故事 你们提到 他去了大人果 他变成宠物 被那些大的人 巨人 把他养在一个小房间里面 他就是在那个地方 大家看他很好玩 看他像宠物 就是很好玩 看看他做什么事情 就好像我们现在在看 玻璃缸里的鱼一样 或者是 玻璃缸里面的乌龟一样 我们是不是说 哎呀这个鱼很好玩 你看嘟嘟嘟 鱼就跑来了 是不是 鱼看到鱼大便 鱼什么 就很好玩 他在这个小玻璃缸里面 在那边游耍 你看他的是起了赏心悦目 但是你的快乐建筑在什么 在鱼的痛苦上面 是不是 他失去的自由 常常我常想到这一点 如果我换作我是那个鱼 或者我是换作那个狗 今天我被人家用一个项圈绑起来 拉着我去哪里就去哪里 你心里面会有什么想法 你心里面是不是起了一种怨恨 为什么我会被圈起来 当然你狗里面可能他没有这么多想法 他是狗的动物本能 我以前也看过那个训练狗的片子 你们知道他们怎么训练的吗 狗会到处乱跑啊 到处乱跑的时候 他们就剥离 不是剥离 这个绳索一抽 你们有没有训练过狗 还好你们没有训练过狗 我觉得是蛮残忍的 那狗会乱跑乱跑 他会不让他乱跑 马上脖子就这样一抽 那狗就 就被拉过去了 你今天想想看 换作你是那条狗的话 你心里面怎么想 真的是被虐待啊 但是狗本来狗的性嘛 对不对 狗喜欢到处乱跑啊 到处跑来跑去的 可是我们人类 为了要训养他当宠物 你要乖乖听话 你不听话我不给你东西吃 你听话我就给你喂你 为了要训练他乖乖听话 他必须经过那么多痛苦的训练过程 师尊是很有情的 非常有爱心的 所以在我们看到这些 种种因为你养宠物 有不小心犯的错误 就是你会把他圈养起来 在我们在马来西亚 在印尼看到很多更可怜的 就是一个小小的笼子 把那个狗就放在那个里面 不让他到处乱跑 不让他到处乱跳的 你就真的在个小小的笼子里面 过每天过日子 我每次看了我都觉得 换做事物我真的觉得很难过 你知道有个酷刑是什么吗 在大战的时候有种酷刑 他把犯人抓来 抓来了以后呢 他把他关起来 关起来以后有两种 一种是怎么样 一种是永远叫你蹲着坐着的 你的脚不能伸直 你的人不能伸直 那个是小小的笼子 把你驱在那里 有一种酷刑呢 是把你放在一个笼子里面呢 让你站立着 你根本不能坐下来 我们的人不可能久站的嘛 对不对 一定会想要累的坐下来 但是你永远不能坐下来 因为站立着 还有一种酷刑呢 是他高度根本没有你的高度 你就是必须要半蹲着 在那个小小的笼子里面 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你就一直半蹲在那里 你想一想 处身 设身处地的去想 是不是很痛苦 所以你圈养他 你会造成因果 所以我们在佛经里面 第一个 你们如果读到那个战记的时候 就是耶稣陀罗 耶稣陀罗啊 当时他要走 释迦摩尼佛要离开他的时候 故事里面是这样讲的 耶稣陀罗没有怀孕 但是他的爸爸 金范网讲 如果你有儿子 我就让你离开 结果释迦摩尼佛手一比 耶稣陀罗马上就有孕了 结果释迦摩尼佛离开了六年 六年后 这个孩子啊 就是罗吼罗 才生出来 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六年 所以后来生出来的以后呢 就很多人开始讲 这个不是释迦摩尼佛的孩子了 不晓得耶稣陀罗是怎么生的 就开始毁谤他 所以在毁谤很厉害的时候 耶稣陀罗呢 就抱着罗吼罗 大家要放火烧他 结果他就讲 这个孩子一定是 西达多太子的孩子 如果我跟孩子进到火里面去的话 这个绝对是事实的 我们两个绝对不会被烧死 就耶稣陀罗很勇敢 抱着罗吼罗 就跳进去火里面了 那个火呢 就献出一个红色的莲花 就把他们两个撑起来 所以你们读战记的时候 耶稣陀罗下面的火焰化红莲 就是讲这故事 好 这个故事就讲这个因果 罗吼罗为什么会在 妈妈的肚子里面六年 那就是因为啊 他以前前世的时候 很久以前 他也是修行人 修行的非常禅定功身 在他修行的山洞的附近 有一只老鼠 他觉得这个修行人啊 好像真的修行很好 哇 他想要去取悦这个修行人 他竟然跑出来跳舞 老鼠跳舞你大概不知道他在跳舞 他在那边跑跑跑跑跑 然后这个修行人看到老鼠在那边跳啊 他心里面起了一个不好的念头 我在这个地方修行 你这是老鼠来干扰我修行 他就把他顺手的 就把他关进去洞里面 然后就把他关在洞里面 他就开始修行禅定 等到他禅定时间过了以后呢 他忘记了 过了六天 他突然想到 啊 我把那个老鼠关在洞里面了 不晓得是活的还是死的 他就赶快过去打开 那个老鼠呢 已经是这样子 快要死掉了 老鼠的心中就起了个怨恨 起了个怨恨 这个就是那一个修行人的因 因为造了一个业 让别人受罪 让别的动物受罪以后 他就必须承受那个果报 所以呢 罗吼勒就必须要受 圈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六年 这叫因果 所以今天我们讲 如果你养宠物 你把他绑起来圈起来 那么你要受什么因果 你们自己可以想象 是不是 而且甚至于我们用蚕食喂他 这已经是不好的 所以为什么会讲说失意罪 就在这里失去菩提心意 失去善的意念的罪 所以是不起 因为你是本来修行是渐渐往上升嘛 对不对 但是不起呢 不起的意思就是往下掉了 越修越回去了啦 本来我们讲是要被尘和绝 离开这些尘啊 尘杀祸 然后跟绝物合在一起 现在我们因为这个动作 养宠物 可能你造的因果 会变成被绝和尘 越来越离开出世 越来越世主 而且你养动物呢 养宠物呢 是不是这样子 哇 好乖哦 好可爱哦 那个狗还会舔你的 有没有 猫还会撒娇 你知道最撒娇的是什么 猫啊 猫会跑过来跟你撒娇 在你身上里面钻啊 钻啊 它喜欢贴在你的身边 然后你就猫要拉它 进界 你慢慢你修持 你的心境 你慢慢的从情爱的需求 慢慢慢慢的升华 到最后你明白 什么叫做去掉执着 这是过程 这是过程 这是我们修行的过程 所以关于宠物 世贞就是这样讲我们 跟我们开示 希望大家 在学习的过程中 渐渐的放下 所有的执着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所以今天讲 这是关于宠物的 那我再讲一个 有一篇叫灵异体质 灵异体质呢 就是我们讲这个人 这个人 他的体质 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他或许有阴阳眼 或许他可以听到 灵界的声音 有的人是看到 有的人是听到 有的人是感觉 因为这是他的六根理念 哪一个比较发达 比较跟灵界的频率相沟通 可以沟通的原因 因为师尊讲到 以前他的妹妹啊 也是可以看到的 看到很多灵界的鬼啊 之类的东西 但是师尊在这篇文章里面 最后一句话比较重要 灵异体质的小孩 如果能走上修行之路 其实也是不错 但那是一段慢慢的长路 也难免不会半途变直 修行与灵异 虽有些些的关联性 但总的来说 其实是两码子的事 修行与神通亦是如此 这是师尊前两个礼拜 他还讲的 他说第三眼 上个礼拜讲而已 第三眼 讲到第三眼 他说他能看 可是平常他把他关起来 他讲了一句话 他讲说 看人就够了 干嘛去看其他的 是不是 什么人啊 你看人就好了 为什么要去看那些鬼呢 回来的一个目标 你能看到对你有什么帮助 对你的修行有什么帮助 这个比较重要 有些人呢 他们有灵异体质 那些鬼灵众 知道他看得到他们 他就会来找他 可是你没有修行 你不晓得如何帮他 甚至于你没有修行 你只会产生害怕 有的人因为这种原因 所以他心里产生害怕 所以对他修行 有没有帮助 没有帮助 所以为什么讲 慢慢的长路 是因为你要明白 这些通啊 神通的通啊 神通 跟开悟一点关系都没有 像我们刚刚讲的 像以前我们常常学的 不见年尊者有神通 可是神通不抵业力 是不是 故事里面讲啦 释迦族因为要被灭足了 所以他赶快拿一个波 我去救释迦族的人 他一飞进去释迦族的城 把五百人放在这个波里面 他说他一飞又飞出来了 跟释迦摩尼佛讲 我救了五百人 结果呢 波盖一打开 五百个释迦族的族人 化为血血 因为他们的命运 就是要被灭足 即使你想说 有神通的力量去救他 救不了 因为不能去灭掉这个因果的 所以这个一个很明显的历史 就跟我们讲 神通跟开悟是两码之士 一点都没有关系 可是因为我们世人 世间的人 着迷 因为不一样 你说我看到 哦那里哦 不一样哦 这个人看得到 你误鬼啊 今天Lotto Lotto 几个号码 你赶快跟我讲 有没有 泰国啊 泰国前 两三个礼拜 就是这样子啊 有一个人啊 因为泰国有拜 那个童子鬼 你知道吗 童子神的 其实我那个 他那天做梦嘛 梦见那个童子神 就来北巴讲 你要买两个数字哦 两个数字 就他去到市面 他把所有的买 他只买任何一个号码 有后面那两个数字的 他重不是重很多 但是也重了几十万台币啊 几万块美金的 我讲的就是 这种叫做 小鬼帮你方法 所以但是我们 也看到林仲 可以跟他沟通 难道你只是为了要号码 哪个地方可以赚钱 股票高股票低 你求的是这个吗 不是bling bling 是money money 你求的是money money吗 师尊教我们啊 你追求地上 你就失去天上 当你心中念的钱 钱钱 那你下辈子还在轮回 因为有爱 爱钱 有执着 还是会在轮回 所以 修行的路 很多的诱惑 这我常讲的 非常多的诱惑 你今天我修行 我一动也不动 为什么他一直动 一直动一直动 气动嘛 他的气比较动会动 所以他一直动 是不是以后我要学着他动 所以呢 孙昌常讲 你不要动 禅定啊 不是叫禅动 是要让你安安止 你的心安安止在某一个境界当中 而不是要让你动来动去啊 那个每次八大本尊 要念八大本尊的心做的时候 就开始 Om Ami De Wa Se Om Ami De Wa Se Om Ami De Wa Se 就开始在结手印了 这个知道的人笑死 不知道的人会吓死 哇 这个人开始演化手印了 所以呢 这种气动的 也是一样 会造成人家很多的混淆 修行的路啊 真的啊 到处都是诱惑 所以我们讲句话很好 路边的野花 你切莫要采 不要采 为什么 你好像得到这个神通 那你跟开悟的境界啊 越走越远 因为你有所求 刚刚我们讲的宠物罪的最后一个叫做有做 有做 就是有那个意念 有那个心去做一件事情叫有违法了 有违法 跟师尊教我们的开示的无违法 是越离越远 所以今天讲如果你是追求神通 追求气动 追求灵异体质 那你是离开悟会越来越远 因为我们学习开悟是真的 你要明白事情的真相 事实的真实的道理 但是对于世俗的幻象 不会起迷惑的心 对因果不会起迷惑的心 所以这才是我们要真正去学习的 而不是要学哇 通灵的 学灵异的 学看到 不是这些 所以呢 这是在这个灵异体质的里面提到的 当然灵异体质师中来讲 他还是可以帮你做结界 你就跟灵界绝缘 没事 你活你的 你好好做你人应该做的事情 神的这个故事里面的小孩子 天天讲土地公跟我讲啊 淹大水啊 小孩子讲怎么样怎么样 大家都以为这个小孩子神经病了 这样子也不好 所以有些时候知道看到 也不会乱讲 也不会跟不懂的人随便讲 因为你讲出来 叫做华众取宠 我讲的好像很新奇的 很稀奇的 我吸引你来听我 表示我有 有一些东西让你的 让你学习的 这叫华众取宠 所以我们修行的路不是要取这个 华众取宠跟修行开悟也没有关系 所以今天呢 在讲这个第二篇 只跟大家稍微 我看只能讲两篇 就是讲这个宠物的 一个是讲的是灵异体质 这本书里面很多 很多比较深奥的 比较敏感的 以后如果有机会 我们再继续来讨论学习 所以在这边呢 也是非常感谢大家 感谢真佛播页帐 给我机会跟大家介绍这本书 这本书已经在网路上有 然后现在有有声书 所以你们登录真佛播页帐以后 每一篇他都讲你说 就把他念诵出来旁边有一个按键 你按他了以后 他就会导引去讲话的有声书 那你就可以播放来听 有些人呢我知道有些人看不懂繁文的 有些人看不懂中文的 只能听 只能听潮州话的 希望真佛播页帐以后也有潮州音的嘛 那大家就可以在中秋音 中秋人 所以就听中秋音也不错啦 那有普通话 有广东话 所以呢 以后慢慢 我们有些甚至于不用看书 都可以听了 就听得懂了 所以我很感谢 所有的义工社的人 发行在推广师尊的文集 不管用任何的形式来推广 让更多有缘的人 来接触学习师尊的法语 感谢大家 我妈你给你好